eldη 作词 作词 啊 快听之路 分音速词 扬名 开望远方的列车 开望远方的列车 说上再见亲爱的 翻上月嶺风呼啸而过 重新磨练的生活 寒水与苦涩 挑战最千人的岁月 我们会退缩 为大的时刻 像到风一样划过 我都会失落 阳光在闪烁 远方天空那颗星 等着我 那颗星 了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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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着礼 你要把它想象成 想象成篮球 你就是姚明 我不喜欢篮球 那想象成足球 你就玩了都那 我也不喜欢足球 那就想象成 你喜欢的东西 有了 什么 拳头 钢的拳 拳头 哎呀 多谢师父 驾驿时日 神功必成 别弄得跟武侠片里的才词一样 重要的是快乐 是 还有 这些菜要是洗不干净 我可跟你没完 为战士们提供 好吃 干净的食物 是我们此时般的职责 明白 提供吧 是 来 沙袋咱没有 但是咱们有猪肉啊 你可以打猪肉 更接近于实战搏斗的感觉 您的意思是 我虽然没有沙袋可以打 但是我可以打猪肉 工作娱乐两不误 寓教娱乐 那这打猪肉 也是咱们吹事班的工作 当然了 把肉打松了 炒出来的菜好吃 那我开始工作 来来来 试试 停 怎么 拳法不对 肉都糟进了 就 当然不对了 你说 你按照它的纹理 一拳一拳地打下去 就跟切肉一样 按照纹理切 做出来的菜好吃 这也太神浪了 一块肉有什么神浪的 躲开看我的 我滴个神啊 难道这就是失传已久的 难道这就是失传已久的 我滴个神呢 包菜猪肉拳 又来了 什么事都往武侠上扯 快乐的工作 师傅 您就是包菜猪肉拳的掌门人 我就是您的开山弟子 您放心 我一定把这套拳法发扬光大 武侠重度太深 不过 包菜猪肉拳 名字挺符合咱们崔崔崔崔崔崔的气的 挺好 那我继续了 继续继续 来来来 停 注意力度长 先洗手吧 是 小岚 你听我解释吗 我真没糊弄你 这封信就是想我写的 小岚 这信真的是我写的 我保证真的是我写的 胡说 你给我写过那么多封信 你能自我证的 再说了 小五也给我写过信 他那个破自我意也就能认出来 这封信写那么烂 怎么可能是你写的呀 就是小五写的 小岚 这是说来话长 我向你坦白 我向你坦白不行吗 司马战哥 你要是不想理我的话 你就要直说 不要弄这么无聊手段好吗 真没有 真没有 小五 麻烦你转告给小五啊 这封信写得太恶心了 什么我爱你呀 我想你呀 太肉麻了吧 还有 你若真的喜欢我的话 请你自己给我写信 小岚 你听我说 你原先的信呀 才是小五写的 司马 你现在谎言越说越离谱了 小五怎么可能给我写那么多封信 那么多 你当我傻子呢 如果你还真的想跟我继续交往的话 请你 还按照原先的样子给我写信 否则 我将在你的世界里消失 拜拜 我想来啊 你到底是喜欢我呀 还是喜欢小五写的信啊 你怎么会写着呢 假作真是真一假呀 我有 我女儿终于学会给男朋友发雕了 不错 有进步 妈 跟你考虑一样 要是老婆的话 一定是一个 聪明 贤惠 关着我的妻子 不可能 你别忘了这个DNA的力量 那可是无穷的哟 我可不希望 我未来的丈夫像爸爸那样 是个七管爷 你个死 自我真是 妈 我这次发活是有原因的 怎么呢 她太过分了 她居然让别人提她写情书 而且 写得恶心之急 是吗 有多恶心啊 我都不好意思说 行 不好意思说 咱就不说了 啊 妈 我给你买了好多菜 送你吃好多天的了 哎呀 你 你怎么又乱花钱呢 你说你这每个月收费给我那么多 我自己会买 你别再乱花钱了 我不高兴了 来来来来来来 别不高兴了吃点香蕉 消消气啊 我还不知道你啊 我给你那些零花钱 你什么时候舍得用过了 我要再不给你买点菜的话 你是不是想天天都吃醋 谁说我舍不得花钱了 我现在呀 天天为自己买肉吃啊 那我跟你打赌 你那冰箱里啊 现在除了素菜还是素菜 你妈现在会花钱了 我不信 我去检验一下 妈 你现在不错啊 她会买罐头了 妈 你记住了啊 你女儿啊 就是你的印钞机 千万别不舍得花钱 我听你的 但是呢 你得听我的 以后 不许在我买很多吃的 好 但那些罐头食品啊 都是有防腐剂的 你以后还是要多吃一些 新年的蔬菜和水果 好不好 这罐头省事 不用煮了 还省没气 妈 你这酸奶哪买的 门口的超市买的 老板 你们欺负老人家 算怎么回事啊 我欺负谁啊 好 来 你跟我过来看 这些 都是你们家的吧 这全都是过期的 这吃坏了怎么办啊 我告诉你 我要去工商局告你们 你是老妈妈的女儿 你终于承认了吧 小姐 讲话要凭良心 要不然你把你妈叫过来 你问问她这些东西 是她买的 还是求我们送给她的 你说什么 她每天来我们店 求我们送她一些 刚过期的食品 但是这些刚过期的食品呢 我们都要当垃圾处理掉的 她是老街坊呀 做个顺势人心 我就送给她 不过我劝她 这些东西不要是 你当女儿的也太不孝顺了 多给你妈点钱 能这样啊 冷如玉此时 颜面全无 这么久以来辛勤工作 就是为了让妈妈 过上好日子 妈妈为什么有了钱不花 要这样为难自己 欲言又止的妈妈 其实已经知道 买房被骗的真相 但冷如玉 不但坚持没有被骗 还带她来到了高级集餐厅 邓理事 我这里有几份合同 你帮我审一审 看看有没有法律上的漏洞 好的 余秘书 去问问老卢玉 那几份报表做好了没有 她今天不在公司 手机也关机了 关机了 很像二十四小时都开机的 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 要不我再去打打试试 嗯 再去找找她 陆总 冷调姐前两天找过我 她找你 她有送案吗 她是替一个朋友 咨询地产欺诈的事情 今儿我女儿了 晚上带我去高级饭店 吃那个鲍鱼啊 还有那个鱼翅啊 这么高级的东西 我都没吃过 没什么高级的 我还跟这个粉条 审费差不多 什么差不多呀 这价钱呀 都差不远了 是啊 我们两个人吃得很晚多了 这么贵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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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秋 掉头 路总安全好 我会遇见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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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醒了 感觉舒服点了没 口渴吧 我给你倒点水啊 为什么要救我 你是我的员工 我可不是不顾员工死活的黑心老板 没用的 只要有机会 我还会怎么做 那以后千万别让我看见 看你一回 我还得救你 好 那我就尽量不让你感情 别说傻话了 当年在战场上 我亲眼目睹了很多战友被敌人的炮弹炸得血肉横飞 那时候我就想 能够活着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 可是 我什么都没有了 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只要活着 一切都还有可能 我的心里好难过呀 陆玉 心里难受 就痛快快地哭出来 千万别憋着 来 喝点水吧 我今天丢人算丢大法了 本来啊 我应该拿布抱着手 把玻璃敲碎 结果我这一着急 一拳把玻璃给打碎了 你说我这 哪像个退伍老兵干的事 完全像一个新兵蛋子干的事 我告诉你啊 千万要记住 回公司上班的时候 可别四处说去啊 要不然的话 我这个退伍特种兵的没名 就完全不保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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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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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玩的买题啊 好 好 罗飞 罗飞 一会儿你去给连队送饭 是 头儿 那个 以后连队的饭能都不送吗 可以啊 不过 不能再跟人发生争执了 绝对不会 头儿 那个 我能趁他们吃饭的时候训练吗 完成好本职工作 剩下的时间你自己处理呗 谢头龙恩 头儿 那个 咱们这儿有那个训练用那个负重纱带吗 纱带没有 有拉链用的大铁锅行吗 也行 我看重量差了多 那大铁锅是我的宝贝 一定要爱惜 只能背着 好 我一定像真爱姑娘一样 真爱你的大黑锅 那我就放心了 抓紧时间 那我就放心了 抓紧时间 我看哪儿是炸 是不是生鬼 在这儿干啥呢 向我们示威呗 你管带下来 给他去吧 与他这种水平 给我们客战里垫点不够 这些大是示威啊 还是在漏上 哼 这些大是示威啊 还是在漏上 哼 走来 走来 那个时候 我的实力还不够进特战路 但我坚信 凭着一腔热血 只要付出汗水 付出努力 一定会梦想成真 陆总 昨晚我打了一晚上电话 还是没找到冷小姐 她今天也没来上班 我让她去干点别的事情 明天她就会回来上班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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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乖乖嘞 这家伙的速度还真够快嘞 走 走 郭班长 吹屎般陆飞背着黑锅爬出了二十五秒六的好成绩 比不背黑锅的特种兵快了零点五秒 好 我们是特种兵 又不是奥运选手 赶紧 佳哥 我们是特战里各项训练的科目大纲以及各科的最好成绩 更是涉及保密内容的训练 放心 我放过这方面错误 绝对不会让你再放这么一个错误 哎呦 是吗 你说有事找我什么事 小兰 小伙 你得继续帮我给小兰写信啊 这事我觉得早晚会穿帮 你还不如早点告诉他呢 哎呦我都跟他说了他不信哪 而且他只认你写的信 我觉得你这么骗小兰不好 你喜欢我 你得帮我 原先让你写信是为了敷衍小兰 现在让你写信是为了不失去小兰 各个的幸福全靠你 全靠你啊 好好好我继续写就是啊 那你能不能把那个字 逐步地写难看一看 往 往难看了写 你写难看了我才好接手啊 我才能给小兰继续写信 他就不会怀疑我的自己了 哎呀司马呀 你就不能有点出息 自己把字练好看不就完了吗 连他容易练好难哪 啊司马 你这样很笨肿啊 哎呀 我也觉得我不肿啊 唱歌不肿 当兵也不肿 现在连写情书都不肿 哎呀哎呀说什么呢 开玩笑呢 别当真的你好了好吧 司马 没什么肿肿的 只要咱们三个永远在一起 就肿 嗯 你们说重不重 重 重 不错啊 进步挺快 谢谢师傅 悟空 该送饭去 是 师傅 重新磨炼的生活 寒水与苦涩 就像最年人的岁月 我们会退缩 为了登车 encima 我们会退缩 来吧 我们不退缩 我们不会失落 能不脱缩 能不退缩 自己的老人 把我保护 你永远你不退缩 我保护 我保护 你永远你不退缩 这么多 我切切切切切切切 姓李的 你神气什么呀 刚才要不是小五让你 你早被放倒了 我没让他 我恕得幸福可福 你个烧饭的 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少在这儿猪鼻子里插大葱装枪 你懂什么 我不懂 我刚才如果那样 你不就倒了 我如果要是这样 你不就又倒了 四斤鸭子三斤嘴 你就是个嘴巴似 不服是吗 来 过来练一 不行 我们班长说了不能跟你们起冲突 咱们这是切错 不是争执 属于正常交流学习 这谁你说的 这谁你说的 没事 我俩饿了 那个 如果你打输了 可不许跟我们班长告状了 我还怕你输了 哭着跟领导告状 说我欺负你的 来来来 这样 我先让你算账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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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跟你说的啊 没事 没事 好 等一下 怎么了 你这是干什么 师傅说 打猪肉之前先擦手 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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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对不起啊 习惯了 打完猪肉都擦个手 干啥呢 班以上干部马上到连队开会 区域的人吃饭 下午训练停止 全连到会议室集中开会 不可以啊你小子 沈唐不漏啊 一百张就能搞定 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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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谁学的 没学啊 那咱不信 没人搅拧 你的胳膊手都净得嫩快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趁势班吃得比较好 俗话说得好 只要吃得好 人人都弄到特种别的 开饭 快 接到上级的通知 我们旅将抽调一个荧幕 配合兄弟部队 进行联合演习 对方是我们的老对手 专门模仿外军作战的蓝军部队 这支部队在和各军的对抗演习中 到目前为止无一败局 大家还记得去年的演习吗 我们的飞骨师蒙虎团 就是栽在了他们的手上 大家说 今年的演习 我们该怎么办 感谢蓝军 这次演习 我们蓝军的任务 就是要守住这种海岛 演习规定 只要我们能坚守十五天 计算获胜 大家不要以为 这次的防御任务 很容易完成 因为红军 将以五倍于我军的兵力 攻击这座海岛 如果按照常规打法 我们恐怕连一天都省不住 所以这次我们必须要另辟袭境 反常规作战思路 跟他们打一场 出其不移的超限场 我们的兵力 装备 远胜于敌 夺取海岛以定数 我们不光是要战胜 还要还胜利 在这个条件下 如果我们做不到全坚守敌 就算胜利 也不是完美的胜利 只有全坚守敌 才算是真正的胜利 大家说 有没有信心做到 有 好 在总工开始前 我们特战领域 将会被提前空降到海岛上 进行渗透任务 我们的目的有两项 第一 破坏敌方的海防重型武器 雷达设备 为总工的抢滩登陆 扫清障碍 第二 派出一支小分队 寻找到敌人的指挥队 执行斩首任务 好 下面给大家部署具体任务 根据上级的命运 我们是总工的第一波攻击部队 我们的任务 就是配合陆战队进行抢滩登陆 只要我们撕开一道口 后级的陆军将会跟进 然后我们将进行测试包抄 配合陆军夺取809高地 只有夺下这个高地 才能彻底地消除敌军对我军港口的威胁 从而使后续的陆军可以顺利登陆 部队的演习马上就要开始了 所以我们下一步一定要加强业务学习 明白 我这就拿扑克牌 谁说斗地主 你之前想斗地主不都说成业务学习吗 那是之前的 头儿 咱又不需要参加什么战斗 做好自己的饭不就行了吗 就是参加什么业务 行行行行 我明白师父的意思 五空知道 你说 师父的意思就是 我们要组织一个狙击小分队 狙击小分队 张陶芳之龙 不知道 我告诉你 当年在抗美人潮的时候 吹噬班班长张陶芳 就是趁着送饭的时候 打打冷枪 最后呢成了著名的第一狙击手 师父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向前辈好好学习 是不是师父 这个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你说咱村里班啊 连枪都没有怎么杀敌啊 那师父你什么意思你说 你别了解 我的意思是说 演习马上就要开始了 但是岛上缺水啊 咱们能不能想一种 少用水做出来的食物 又好吃 咱们群测群力 每人想一种 要没有 都想一想 咱们都地主 谁输了就必须想出一样这样的食品 好主意 行 娱乐工作两屋 来来来 杜菲啊忘了跟你说了 这次演习啊 你就不用参加了 为什么呀 你不会做菜做饭呢 去干什么 班长 有人啊 有人看 你干什么你 我就要参加这次演习 如果你不让我参加这次演习 我就把你牌死了 而且 我以后看到你们打一次牌 我就撕一次 你小子烦了你 我必须参加这次演习 你不会做饭 你去干什么去 我可以会 你给我两天时间我就可以会 好 好 我就给你两天时间啊 到时你做出来的菜 要经过我们大家的考核 通过了你就去 通不过 你就老是在家里待着吧你 一言为定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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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也没你俩说那么邪乎 有点邪乱 师傅我这算通过了 不过两天做成这样 看在你这么积极要求的份上 算你通过了 准备参加这次演习吧 谢师傅 谢师傅 那我送饭去了 那个武警 木头 照顾好师傅 老孙去了 不是 托尼 你直够够看上我干啥呀 就是怪怪善人的 看你俩干啥 我就想知道 他给你们俩什么好处了 让你们俩做出这么浮夸的表情 我仿佛找到了初恋的感觉 你学没学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理论体系 啥机 不管什么机器 反正不是开车的 说吧 说说什么贿赂了 拿出来 就给了我俩这个 你看看 你们俩多大的人了 就被这些 被蹩脚的糖衣炮弹就给打倒了 头 我们 作为老朋友 绝对不会因为一个不服品被拿下 对 我们是因为 他认真的态度 感动吗 这话不讲 这小子身上真有一股 不服输的劲头 我喜欢 不这菜啊 真的很闲了 要是我做的就是做会儿大的 第三角对对 第三角对对 我们俩走到达来 我们俩走到达这边 我们俩走到达 我们俩走到达这边 我们俩走到达这边 并速前步到机防门口 准备途径 举起首战一支爆点 带您紧接 升空门口 开始行动 行动 我死了 别扬 给我回来了 报过来 老师 通过 好阔气啊 这么大一个雷达站 说不要就不要了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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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好了 来 查一下蓝冰指挥部的信号源 是 安装炸弹 四十秒后全部炸毁 是 我 不怕绝望 总有几双肩膀 始终不离不弃又难同当 写起阳岗 我们兄弟一场 才会有不可阻挡的力量 多少次出生如死我们一起闯 注定了这辈子都不会忘 战友啊 心里永远有个家 战友啊 谁都不能放下 战友啊 战友啊 有一天 相聚在出发 那段岁月 战友啊 战友啊 有一天相聚在出发 那段岁月有太多的心里话